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 何尤真指认李从文为共产党 沈月红就泼下驴 要问出宝藏埋藏地点 世兰帮助高处长偷出藏宝地图 高处长想要除去坝夏镇所有特工取得宝藏 李从文和肖月被绑起来 镇民逼问两人宝藏下落 两人坚决不说镇民轮番用刑 王嫂与女儿傻鸭跳河自杀 高处长计划开始对坝夏镇实施行动 梅寡妇与梅妈跟踪两人来到夜县 诗兰带着高处长的命令也出现在了夜县 为了防止镇上的情况泄露 梅寡妇与梅妈想出一个一石二鸟之计 要将李从文 何尤真和诗兰一同除掉 三人在危急关头联手合作逃出升天 赶回坝夏镇时 镇民已经分析出宝藏所在 各自分了 悉数离去 只有肖月还留在镇中 快抓住他 不然等大家都完蛋 好 救命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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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 这怎么可能呢 那你们在一起的时候都聊什么呀 我们在 在聊反叛成功以后 带着藏宝鸟受散 过未来的生活 裴先生 密函和伟人庄先收好 别着急 晨几天再去霸下阵上任 我有数 石兰 我们辛苦一点 今天把事情办完了就回去 好的 车怎么还没有回来呀 夜路不好走吧 买李从文的那两个人 应该是出事了 飞 是李从文 你知道他要干什么 秦贼先秦王逼你们收回成命 你猜测他下一步有什么行动 好在他不是神仙 估算不到你们想要离开 所以他会按作息 判断你们正在自己房间休息 所以他会迅速绕开那些保安 直逼装运楼 这儿是火房的菜轿 气味真够难闻的 他不会想到你们会来这里 所以会相对安全 你们就暂时委屈一下吧 你要离开我们 人都已去后面那边了 我没有理由不亲自出手 你要杀了他吗 那是自然 你这酒是往哪儿送啊 你这酒是往哪儿送啊 县里有事 说是明天就用 猴儿急猴儿急的 他们不早点打招呼啊 谁知道了 使到屁股门了才满地找纸 真够烦的 快走 你有事啊 你这酒是往哪儿送啊 没事儿 明天早上回来 先到我这儿来看牙 看牙 你不要平常不注意 疼起来 再来找我 安安 这里的空气很差 真让人受不了 很多白菜都乱新了 你忍一忍 空气的含氧量太低了 我担心我的心脏会出问题 李从文 你想要干什么 用你们俩换一个人 从文啊 被你给破局了 看来老实不如当年那个时代了 把枪放下 除了你 其他的人都滚出去 放下枪 出去 从文啊 还有绳子吧 我自己把自己绑上 你无非就是要阻止我去罢下吗 绑走我 你目的就达到了吗 我保证 老老实实地配合你 到时候 连我条命就是了 越来你也是个转骨头 是了你把嘴巴闭上 你把嘴巴闭上 看来老实还饱刀未老啊 时至今日 李从文已彻底解开了心中的疑问 这是一场骗局 罢下阵人以为的编制被授予的身份 其实都不存在 都是谎言 他们只是重庆方的一小撮权势人物 出于利益私己的目的 秘密征集的影子特勤 国民政府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包括他们所谓的使命 我回来的目的 我回来的目的 就是要当你们俩的面 杀了他 李从文 你已经很恶劣了 我是巴下阵的长官 我是巴下阵的阵长 我要保护他们 有一个光荣的结局 你们知道吗 高处长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忠诚被亵渎 才是真正的祸断 你要是再对你的战士 有伤害之举 我李从文 敢拿脑袋保证 你们俩的下场 跟这个老混蛋一样 哪怕你们走到天边 应该你去调查了 你怎么跟这个老公 你怎么会不留 让他走 好 当然当然 我一定到 再见 你怎么来了 回来之后就再见不着人 可不就自己找来了 这才几天呢 正好欧秘书上请我吃饭 一起吧 给我个解释好吗 什么 罢下阵 像密店中说的那样 检验中转 那李从文呢 他太多心了 但出自于中城 我既往不咎 高处长 既然我们的利益都捆绑在一起 就请你不要骗我 请你告诉我 是什么让你为这个小镇翻云覆云 这里面一定有天大的秘密 石兰 你违反了特工的原则 如果有人因此要来整我 瞬间往上捋 废不了太大的功能 就能捋到您身上 之前我有这个秘密的有三个人 我 余主任 还有翁秘书长 三方制衡 所以困手困脚 现在只剩下两个人了 就有了较量的可能 你真的想成为那个第三方吗 我饿了 老高 这螃蟹还算地道吧 来 孟明厂长 这顿饭可不是为你 我是专门靠劳施小姐的 你呀 算是占官了 您这么一说 我可没办法做人了 史兰 听说你是疾控中心的防疫官 以后就不是的了 高处长准备把我调到他的身边 是吗 那好啊 离他近了 工作起来就会更方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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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这是干什么呀 温大夫 这是您的地管 里边装的也是您的药水 化湿水如果滴到人的顶门 结果会怎样啊 会不会有一个小洞 从头顶一直烂到档 我很想尝试一下 藏 藏虎啊 你听我跟你说 我 我 你应该明白 我们的路要被堵死了 这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月红 你们怎么都在这儿 是温大夫有话跟你说 当然了 也是我们几个想说的话 你隐隐晦晦地把我遇到这儿来 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我 我觉得 这不是大家的意见 大家都觉得这次演戏的还不够 月红和长虎 他们是性情中人 因为发泄过情绪 自然而然呢 担任了演戏中的反派角色 何尤真 因为婚事没被上风批准 受到了刺激 这个理由虽然是牵强附会 但也让父女俩一起划到反派里了 别绕圈子 你到底想说啥呀 我是想告诉你 若真有人动了念头 相反 不会表现得像现在这么浮夸 反而会在大面上 半点声色不露 你是说 依然有人会震慑不住 震不震慑得住 那是后话 关键是要仔细查探 是不是 真会有人在动反面 你也知道 因为跟组织上的那次冲突 很多人在思潮上都有过颠簸 过了那个劲就没事了 要过不了那个劲 那可就是隐患 这要是不将疏导 那就是要放大的 那你们有什么想法 我们想 暗中组织个鸡叉队那样的路子 你是长官 谁要有事 总归是要刻意地避着你 但对我们他们就不是那么警惕了 我们平日里啊 要多留意 多观察 及时发现一些不好的苗子 就把工作要做下去 小月 身为长官 相较于你来说 有些事情 我们反倒会好做工作 好 好 你们有任心对我来说 是最大的帮助 可是啊 我们更希望什么苗头都没发生 你我都是庸人自扰 卑躬舍影才好呢对吧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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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 是不是 这六年多的感情 金不换哪 这回你们满意了吧 我又怎么敢肯定 你们俩不会再往后撤 再往后退 我就是两面三刀 在说什么 小月还会相信 行了吧 这就是我们的宿命 一脚踏出去 谁也回不来 吴姥姥 我知道 你下得去手 我们也是在为自己找一条出路 什么都别说了 尤真能对从一起杀心 我们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吴姥姥 不对吗 对 我们不想在冷血的牢笼里面 苦苦求生 就得先用冷血 给自己铺一条路 谁说我要掉到身边来 你当着他在那边裹挟我什么目的 你拽着我吃这顿饭 不就是为了避免跟汪秘书长交通一些敏感的话题吗 比如说霸夏镇 以及裴渊成意外身亡之类的 对不对 以后你还会对我有很多类似的需要 怕我掉在身边会更方便 对 况且霸夏镇的事情还没有结束呢 我想未来什么情况 完全取决于你跟汪秘书长之间的较量 对不对 而这个时候 你一定不希望我在他的身边 而他刚才已经在拉拢过了 高处长 我们的利益 会永远捆绑在一起 你们俩干嘛去啊 陪他到小北坊上添添土 那你们忙着 龙九 丛温他怎么着啊 共产党内面的事他去不去啊 他怕上头敏感 不敢再跟共产党接触了 准备写份检查让我带过去 我也得写一份 人家不是对我也耿耿于怀吗 那你可得小心一点 你没他有经验 别乱说话 我知道 你们忙着我先走了啊 李从文不去 怎么在他是共产党 你问我 我问谁去啊 沈月红 我警告你啊 别用这种态度对我说话 挺大个计划等到现在 结果人家崩个屁就化解了 结果人家崩个屁就化解了 你说我该用什么态度 上回这盖子上加点布啊 那味儿跑了 口感又不一样了 好 老板娘 你喂 可跟别人家伙了 好 开玩笑 陪讨厌 你呢 还不一声 甚至极端 做幌子的产业 可再也别让他败了呀 知道吗 六道里有一种叫修罗 心中充满着暴力 或许我就是修罗 安分日子过久了 就会渴望血的味道 渴望的挠心挠肺 坐卧不安 你 怎么了这是 我就是想让酒坊败了 败到大家焦头烂额 我也就不那么闲了 渔航 小北的事再疼 终归也得过去吧 你这么想就挺好 我总是隐隐觉着 这坝下阵有些怪异 可具体呢我又说不上来 祖师长也曾换过疫情 倒像是可以说明 军队在封锁前 应该跟镇民们 有过近距离的救援 从对死者的后事处理上看 双方没什么隔磨 状态上 镇民和军队 倒像在我们来之前 也已经融合了 除非 霸下阵的镇民们 都是一群可以 一架乱真的表演家 我不是说疫情的事 这霸下阵我们去过两次了 很奇怪 刚开始的时候 这镇民们 抗日热情还挺高 当然也有些草莽 可是隔阵子再去 又都变消极了 我做过一些了解 这些镇民们 以前都是难民 镇子也是他们来了以后 慢慢建起来的 可能是压制的时间太长了 日伪时期 他们一直是顺民 弘扬 压迫得久了 压迫得狠了 他们就会站起来 吼那么几嗓子 等日子好过些了 这劲也就谢了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 都是这么欺负老百姓的 民怨大了 就给老百姓放放气 相反老百姓还感恩戴德 一方可贪 一方可恨 所以革命工作 任重而道远 这龙九吧 换身衣服 就从伪警察 变成国民政府的警察 我觉得这事跟李从文 有一定的关系 这个人不问民苦 遇事就赌 欺男霸女不说位置偏偏坐得稳当 他肯定有很深的背景 再说这萧掌柜夫妇 说到他的时候 总是欲言又止 还显得有些忌惮 这肯定平时没少受他的欺凌 又害怕他的势力 敢怒而不敢言 这个人在坝下镇肯定不是个好角色 他跟龙九要是被除了 一定不会冤 可是 我怎么做过一些调查 李从文和龙九 应该没有放过什么大的罪行 身上也没什么血债 革命工作 需要时间 需要过程 还需要 咱们有耐心 此时 没人知道耐心二字意味有多深长 当国宝牵连在全谋人物 和因被亵渎了信念而绝望的人群之间 心生变数 或已有的变数被嘎人而止 都会出现无法控制的结局 用这批黄陵藏宝打造舰队 应该是我们的共同计划吧 高州长 我觉得你这个语境有些奇怪 一条船上的两个人 你却背着我跟采军私自勾队不嫌过分吗 当初你对爸下阵下密杀令的时候 你也没跟我商量 我儿子还在里边呢 你太太不接纳这个死生子 你也只是把他放在那里 自生自灭而已 你也只是在这里 刀有天 于主任没了 你这个好好先生 是不是说翻脸就翻脸 石岚 你怎么来了 上次见面 感觉温秘书长 对我很感兴趣 想来想去 我觉得怎么样 都应该有点回忆 我真是奇怪 我的哪句话 有什么举动 让你有这种感觉 三组鼎立制约太多 去掉一条腿 倒也是轻快 可是一轻快 其他的两条腿 就都想争先 那可怎么办呢 不如找一根绳子 对梁者之一 稍稍地提一提 石岚啊 你可是高处长 贴身的人呐 我要是不贴身 又怎么能够帮您看住他呢 我应该相信你吧 我是学医的 至少 我知道怎么避雨 我会给您添麻烦 来来来 坐坐坐坐 Breathe 你在这干嘛呢 我都跟徐医师做深刻检讨过 不是跟你说这种事你少管吗 从文拜托我的 我怎么推嘛 一天到晚忙到这些个破事 自己老婆你从来都不关系 我怎么不关心你了 一大清早把老婆征家里这叫关心哪 我哪天开心哪天不开心你知道吗 我每个月那个啥时候来你记得住吗 我都两个月没来了 你这叫关心我呀 我 那你是不是生病了吗 不行 我带你去文大夫那儿看 不是 你是真傻 你是假傻呀 以为自己嫁个生瓜蛋子挺沾便宜的 这不遇事都不知道 这出事了什么忙碌帮不上 我这脾气往哪儿撒我都不知道 那你可以 对我 听好了龙九 女人每个月不来那个了 就是怀孩子了 什么 我两个月没来了 这么说 我要当爸爸了 我要当爸爸了 不是 我别闹 别闹 你让妈看见你 你干嘛 躺下 你别闹 你别闹 我要听我听我听我 你别闹 我要听我听我 你别闹 两个月的摊儿能听见啥呀 是不是啊 起来 我问你啊 走不走了 我办完事就回来陪你 陪孕妇 别闹 别闹 你去了工区有麻烦 人家没把你当好人 我知道 我又不是傻子 我把他们约出来了 约到一个中间的地方 跟他们见面 我告诉你 你老公心眼贼多 来 你说上方怎么还能派你这种学员来 实话告诉你吧 其实 我的真姓 应该姓翁 姓翁 那你跟那个翁秘书长 我妈不是她老婆 但是她挺重视我的 还希望我有出现 所以送我来培训 还让我进这么重任务里来锻炼 你千万别跟别人说 我相信你 我走了 你男人怎么啦 别人把她扔活坑里送死 她自己还感动得替泪哼流 你怎么会用 都会让她自己扔活坑里 你自己扔活坑里 你自己扔活坑里 你怎么会不会 你扔活坑里 你自己扔活坑里 你不得 你别人把我扔活坑里 你谁扔活坑里 所以我没给你暗子弹 猪蹄 没错 我听人说猪蹄熬汤 对孕妇也很有好处 龙九 我在资博教课的时候 每堂课说的重点都是安全两个字 这两个字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所以我希望你能认真一点 你看 现在一个个都那么没有情绪 下去吧 下去吧 我走了 保重 好 从县里回来了 张老板债我喝了一晚上酒 现在还翻晕 对了 我听个警察说 龙九让分局发了个函 约江洪因到尾子坑谈事 是你那档子事吗 什么 你看 这求饶的事 这怎么弄得一点诚意都没有呢 真是 你上哪儿去啊 我找他去啊 这么简单的事搞得这么复杂 就他那脑子能应付得了 这不诚心逼我吗 什么 我们想见的是李从文 结果等到最后 派了个龙九过来对付 派就派吧 还让县局发函 非把我约出去 可见这位镇长大人这心有多虚了啊 我是这么想的 如果他们心虚的话 你说 你说 是不是咱们该反省一下 以往的工作当中 有没有什么生硬之处 以至于 让老百姓 对咱们的工作有夸大的嫌疑 觉得咱们不太好相处 你说呢 我总觉得有点蹊跷 姐 郑伟 咱得提防啊 你们把枪带上吧 我多带点人 跟着 晚南事变的教训咱得吸取 国民党 那都是两面派 如果国民党想搞事 我们多带了人多带了枪 反而会增加了他们的口舌 没见着人 所有的猜测都是无疑的 咱们呢 就坦坦荡荡地去 坦坦荡荡地工作 没有问题 行吗 掌柜的 嗯 长虎 月红在你这儿吗 滚到一边儿去 我没别的意思了 想找他说事儿 找不着人 就上你这儿来问问 我今天也没看到他 偏就是今儿呢 那行 那我 再到别的地儿找找 他要的安碎 我更在娱怒卤 我又不想啊 让你心里 快走 走丽 你跟ếu告髋 月红不会搞出什么事情来了 你唱个屁啊 月红啊 真要想搞出什么事来 她能不告诉你 你不懂 女人真的疯狂起来 没逻辑可寻 是 我不懂 行 诶 月红姐 你怎么来了 我想请你搬解一件事 什么事啊 回去再说呗 你回不去了 你们这是演习盖真相 真要造反啊你们 最没用的人当由头 月红姐 别这样 雨红怀孕了 我要当爸爸了 我们这类人 没有资格冲进未来 月红姐 月红姐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我要带大家造反 我要造反 我得拆散你从文和笑月 杀了你栽赃共产党 李从文就得化解雪仇 他要化解 我就污蔑他 污他是共产党 雪仇都能解 他不是共产党 也是共产党 谁都会相信 龙秋 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真的没有办法 除了你 我没有别的机会 我得让大家站到我这边来 否则我反不成李之道 上方他只是暂时的妥协 他们还会再来 他们一定还会再来 我们为了效忠使命 一次一次的 结果都是再给自己挖个 你说我该怎么办 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也有过孩子 我也处境过未来 可走不出去这个龙子 走不出去呀 我们连保护自己孩子的能力都没有 我总不愿意把邵峰想得那么坏 因为那里有我爹 所谓的爹 我明白了 把一个世纪生日扔在这儿 就是要我自生自灭 免得给他太太添堵 其实我都明白 我只是不愿意 一举想而已 袁翁姐 我死 真的能成全大家吗 我下不了手 我不要你死 其实挺光荣的 我总算不是可有可无的了 我总算不是可有可无的了 总算对大家有用了 我下不了我 我下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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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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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道里有一种叫修罗 心中充满着暴力 或许我就是修罗 安分日子过久了 就会渴望血的味道 渴望的脑心脑肺 坐卧不安 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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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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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强 月红来过这儿没有 没有吧 我们一早就在这儿了 是吧 你们今儿看见月红了吗 月红 没见啊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吗 没事 没事 想找他说些事 找不着人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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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热火 小心点 过了 你这是要出去啊 我在镇子里没看见月红 这不我想出去找找 我去早期前呢 看到过她 她好像是说 小北爱吃蘑菇 她去采蟹来 采蘑菇去了 这天气能采着啥蘑菇 耗上大半天的时间 总能采蟹吧 忠悔啊 真是当娘的一份心 是不是 慢点啊 哎 哎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别的 去坟上是吧 我陪你一块去吧 这是什么 怎么会有学技 你干什么了 划了一脚 被金条抖进衣服 刺了下肚皮 是吗 你什么意思 你别多心了 都是各走各路的人了 我有什么可多心的 离我远一点 这都什么点的 还不来 我咋觉得这么诡异 正位 我带她看看去 来 带上 没有 带上 再带上 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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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从文 江队长 你干什么呢 不不不 你个无始至统 你又要栽赃我们 你什么用心啊 你到底什么用心 冷静 冷静 这是个误会 这是个误会 不是我干的 你又制造冤案 又朝共产党下手 你抓他到县里 我们当众揭露反动派的 无耻一老 走 走 江队长 找废话 这是什么 下去 你敢动枪 下去 共产党才对我 duty 又没有反应有啊 跟我说 黄文 我们早晚跟你算这笔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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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